9月20號 台北市中山區的一家拖嬰中心 經傳有保姆 不能照顧幼兒的事件 保姆當時 不但用力的將嬰兒翻身 甚至還蒙力的八頭 其中造成一位四個月大的小嬰兒 腦水腫 手部肌肉發育不協調 如今事發一個月 嬰兒的媽媽再次在臉書PO文 表示自己的小孩從拖嬰中心回家之後 在圍兜兜上面 竟然還出現了血跡 除此之外呢 家屬還指控這家拖嬰中心的保姆 不只一位有粗魯的動作 事實上 就有五位 他們時常拍打嬰兒的臉部 而拖嬰中心明明知情 卻選擇多次包庇 讓家屬是無法接受 而四月事件一曝光之後 社會局接獲通報之後呢 是立即介入關心 表示當時候這位保姆是一時情緒失控 如今採處的結果出爐 拖嬰中心被勒令停業一年 而五位涉案的保姆 也因為情節重大 眾生不得在從事保姆 細節炎 我們要想用這位保姆 詞請作詞